凌晨4点多三台黑色轿车开来社区大楼外 至少8名男子下车 他们兵分二路 这一头拿棍棒狂砸路旁轿车 另外5人大摇大摆走进社区 保全听到外头有声响还起声查看 最后年轻人闯入 周姓男子要保全不要有动作 不准报警 他们来处理事情 结束之后就会离开 接着张姓男子带着他口中的范姓大哥 还有两名同伙一共4人上楼 他们朝着一间装潢公司门口连哄五枪 还仍信号弹 前后不到一分钟后快闪离开 但这群恶煞为什么要开枪 原来是张姓男子不满装潢公司员工 长期嘲笑他 而他跟范姓男子说 当大哥的想要出头 找来小弟撞身士 前往开枪恐吓 警方案发当天就锁定了范贤 并向检方申请鞠票 一共逮捕五名男子 现场查扣两把改造手枪 纠中开枪恐吓砸车 只为了出口气 却让自己前科多添一笔 记者陈家豪受讲 心不愁动 请不吝点赞